请各位就找到那个问题00这个进阶函数应用与VBA设计的文字函数部分 那文字函数里面呢当然我们从那个第100个这个 那这边说这个蓝色的是最后的答案 放在这边然后呢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那这边的话可以弹出是 不不是弹数 这个答案要下载的话请各位注意一下 上面有个箭头 因为很多同学好像对那个云端硬碟不太熟悉 所以可能你要上课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呢熟悉一下云端的操作方式 那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那下载下来之后这个档案就可以再到下方按开启 那如果你想知道这个档案放哪里的话 你可以在下方那个箭头在资料档中显示 它会告诉你说它会放在这个download 就是这个这个目标 那你可以直接转移到那个什么 转移到也许你的那个随身碟里面 OK 那请各位把这个档案开起来 那开起来之后的话 这个题目也许里面可能有原来有答案了 你可以把它删掉 那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简单的范例 就是如果今天在你的资料里面 也许有一些旧资料 那以前的话它会分全形半形 但是你希望可以把这些全部都转成半形 或者是将来也有可能你将来需要把资料转成全形 也是全形半形的转换 那这个部分呢 当然在Excel的函数里面 它有提供对应的这个函数给我们使用 那使用的方式 当然第一个你可以直接游标放这边插入一个函数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从文字类里面找到 这个类别里面找到文字 文字里面呢 那当然也许你将来不太知道说 到底有哪一个函数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选择函数的时候 其实呢它下方都会跟你讲说 这个函数它到底做什么用途 所以你会发现 第一个你选ASC 其实ASC应该是ASC Code的缩写 将全形双位元转为半形 OK 所以基本上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的答案 那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你直接怎么样 把原来的Excel 它里面都是全形的 直接 那它这地方是需要一个Test 一个文字 你给它一个文字之后 它会自动帮你转换成半形 按确定 OK 这个时候往下填满 那里面的所有的资料 通通都转换为这个半形 不过特别注意 里面的话 中文字跟数字 其实没有所谓的全形跟半形之分 像是这个 中文字的话 它基本上 就是给两个败者 如果是你用原来Big Phi的方式 里面就两个败 那如果全形也是两个败 但是半形是一个败者 那如果说你要转换成全形的话 那当然 在那个插入函数里面 如果说你想知道说哪一个函数呢 可以刚好又颠倒过来 那请各位在旁边再增加一个栏位 转换为全形 那其实转换为全形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 因为可能有时候你将来也许会需要转换成全形 转换为半形 再转回全形的话 那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用过 转换为全形 其实只要转换为全形 就可以想到这个叫Big Phi 这个其实第一个跟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Big Phi 它就是将自圆自串中的半形 转换为全形 OK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当然你可以给一个什么 给一个半形的一个文字 比如Excel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它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转换为全形 不过刚刚更正一下 这个数字也有全形半形 OK 中文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中文字部分 是没有更动的 其他的话 都会做更动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 ASC Code ASC 里面给它半形 它也是不会动 但是你给它是一个全形 Big Phi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它变成 这个全形 那这个地方的话 假如说 我除了用那个 内建的函数之外 那可能有的时候 你这件事每天都要做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的帮我产生 也许两个按钮吧 这个地方的话 也许就是 第一个按钮 按下它 可以自动的帮我把 刚刚你写的公式 自动完成 按下一个按钮 自动完成 第二个按钮呢 也许是 按下它 自动帮我把 Big Phi的公式 全部完成 那另外也许 你可以产生 旁边有个清除吧 清除 这个清除的话 把里面的公式清除掉 大概是这样的 也许这个地方 也可以再 把它转换为 VBA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全形改为半形 那我们用ASC 但如果说 我今天要把 那个半形改为全形 那就用Big Phi 那当然 将来如果说 我希望 也许 这些事情 每天都要重复做 那我可不可以 就是说 把这件事情 变成按钮 按下它 自动帮我完成 所以这里的话 就要探讨 就是 有没有可能 将来我输出 到这里的时候呢 直接就把 这个公式 直接带过来 我什么事都不要做 我只要按下按钮 自动这个事情 就全部帮我完成 OK 第一个是如何把公式 带到这边来 直接帮你自动完成 那如果说 我要做完这件事的话 首先第一个 以后的话 就不用输了 假设我今天 这里是空白的 我以后只要按个按钮 自动就可以帮我 把这件事情完成 就类似像这样子 可以把它清除掉 当我按下它 转换为半形 底线公式 按下 自动就出来了 当然也可以再多一个按钮 转换为全形 自动也可以出来 那这个地方 要怎么样做 把它变成VBA 这个动作 首先第一个 各位 因为比较头痛的是 有些同学有基础 有些没基础 就麻烦 不过我们还是 如果有基础同学 就做个复习 如果将来你要把 你的函数 内建函数 把它变成一个按钮的话 大概可以分成两种方法 其实应该可以讲三种方法 我们先讲前面两种 第一种就是说 我可以把原来你写好的公式 变成一个 就是把公式 变成一个按钮 第二个的方式就是说 我知道 在 Excel里面 有一个 内建的函数 叫ASC 那我可以用 就是 一个物件 物件叫做Application 就是Excel本身 它里面有一个 纸物件叫 Walksheet Function 应该叫属性 有一个叫 Walksheet Function 这个Walksheet Function 其实就可以取用什么 取用我内建函数 到底 它里面有 所有的函数 我都可以把它拿来 VBA里面使用 OK 所以分成两种方法 我们先从第一种来看 那我要怎么样快速的 把这个公式 把它 加到VBA 那第一个当然 我需要做一个 这个 第一个当然开发人员 应该理论上 你们的开发人员 应该都显示出来了 那如果说 你这个电脑里面 我不知道 这边电脑里面有还原 如果你打开 你的Excel之后 你的上方 没有开发人员的话 那记得就是 从那个其他命令 从这个箭头里面的 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里面呢 各位可以找到什么呢 找到这个 当然200 因为我们这边2007 常用里面 会有一个开发人员标签 原来没打勾 你就把它打勾 但是如果你是2010 或2013的话 它的位置 不在这里了 可能是在这个 制定的上面一个 在上面一点点 也是有个资料标签 那因为我们这边是这个 所以就直接用 这个开发人员 然后有这个标签之后的话 接下来切换到 Visual Basic 这哪里怎么样呢 撰写我们要的东西 也不会因为我已经先做好了 我先把它删掉 这个东西的话呢 本来里面应该是没有 也是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 也就是说呢 你打开这个Visual Basic 环境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长这样子 一个灰色的这个画面 那你要怎么开始做撰写 第一步呢 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一定要先插入一个模组 怎么样插入一个模组呢 直接在这上面按右键 任何一个地方按右键都可以 插入一个模组 再来的话呢 插入一个什么 也许我们这边是叫做 转换为半型的底线公式 插入一个程序 那特别注意呢 如果按钮的话 一定是一个程序 程序的话呢 名称 我们把它打一下 OK 那特别注意 就是用sub按确定 再来的话呢 我如果说希望 把刚刚的公式 直接就输出到 我指定的范围的话 那这个部分呢 可能要套之前讲的公式 第一个 我的列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给一个范围 第二的话呢 把这个公式 直接就 丢到它的B栏里面 输出 所以基本上的公式 基本上就是 直接在这边打一个 4i i列第二列到 第九列 Enter两下NAS 也就是重复 重复做什么呢 输出到我的Sales 我的储存格 哪一列呢 第i列 哪一栏呢 直接输出到B栏 输出什么东西呢 等于空置串 空置串里面要放什么 请注意哦 请你把现在的这个公式 直接复制起来 再按取消 再切到Visual Basic 这个在后面 OK 但是你现在已经写完了 不过现在输出的话会变怎么样 它会变成所有都Exale 为什么 因为全部都存取A2的储存格 所以你会发现里面的公式全部都是A2 那当然怎么办呢 如果说你要取用其他的列的话 其实呢你必须要把这个2改为i 那2改为i特别注意哦 你不能说直接就是把2改成i啦 这个他一定不会执行 如果你这样执行 他一定就变成他看不懂 为什么 因为没有AI这个东西 i的话呢是一个变数 所以需要怎么做呢 双一号双一号 把它切开来 移到中间 endend 移到中间 放个i 这个方式跟那个串接Exale那个很像 但是呢 在VBA里面最大的不一样 请记住 end前后压加空白 大概差别在这里 好 程式写完了 我们把它执行过 OK 你会发现 刚刚的所有公式 就被我整个全部执行到这边了 那当然你可以再做什么 转换为全形 那怎么转换为全形呢 其实道理一样嘛 你就把这个地方贴上来 这边怎么改成全形 那全形跟半形差别在哪里呢 其实 这个两个城市最大的差别怎么样 第一个 它的列数一样 2到9 这个都固定的 但是输出 我现在是输出到B栏 可是我现在变成输出到C栏 所以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C OK 特别注意哦 VBA里面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跟那个数学不一样 它是把后面的东西丢给前面 把后面东西丢给前面 FOR违圈是重复做 重复做 所以第二到第九列 那我们这里面的话就不是ASC 而是Big Phi 所以你就把这个地方改成Big Phi 然后呢 这边应该就不是从A 而是从什么 从B OK 那里面的列数呢 一样会重复 所以你改完之后直接执行 你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就输出了 不过这里面的话 不对 为什么呢 等于Big Phi 看一下 B2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哦 在那个插入函数的时候 它这个Big Phi 比较麻烦一点点 它除了说要引用之外 它最后必须要有一个动作是执行 所以在这里 你如果用Big Phi来丢过来 它不接受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必须用其他的方法 也许是你用内建的函数之类的 可以把它解决这个问题 那所以这个Big Phi 可能我们会用 等一下再讲其他的方法来完成好了 那这个 扮行部分应该没问题 好 那清除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 再写一个那个 清除的部分呢 也许你可以把这个 公式啊 这个程序啊 直接再把它改成清除 也许是 这边啊 把这边 名称改为清除好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 里面的资料清空的话 那到底很简单嘛 就把这个范围里面的东西 丢给它两个双引号就可以了 直接把它执行 OK 执行 这样就完成了 OK 那等一下再来看这个 其他的方法 也许你这一招 它可以丢过去 但是它没有办法直接执行 这个Big Phi 比较麻烦一些些 OK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刚刚这几段程式嘛 如果说 我不知道 有些同学如果 假如你 前面基础比较薄弱 或者是甚至你第一次接触 这个VBA的话 那刚刚的这个完成的程式嘛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 你可以直接从那个 我们云端上面 这个文字 一样是如何转扮行的 范例档的上面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这个文件的档案 那记得你把它 上方有个弹出视窗 弹出之后 那这边就会有个 我们需要的程式嘛 好 你可以有一个参考 刚刚的VBA部分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你可以试试看 好